大家好,我是艾元神,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攻略 《元神美妆子》剧情4.5千只传作任务的《施切甲之章》 当他们谈起今夜合集第三部分剧情 应该能赶上晚上的时装秀 这时间掐得很危险,你不去没事吗 放心,我哪边都没打算输 况且,今晚时装秀,恶射工厂停业 要找证据的话,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虽然是他有错在先 但我们这么闯进去,是不是也算犯罪啊 他的工厂平时也开放参观 今天说的是停业,没说停止参观 我们只是好奇的顾客而已 有什么问题吗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好了,恶射的工厂就是内建 抓紧时间,该行动了 怎么会开在那种地方 营销策略不同 千只屋主打高级定制 它主打便宜多销 可能这里租金便宜吧 好吧,只是看起来阴森森的 我绝对不会去那里买衣服 你说得对 待会儿也多加小心 好 好 恶射的工具 进来了,真的没人哎 欢迎光临,亲爱的客人们 吓我一跳,这是什么 垃圾工厂里引导参观的机械导游,都是自动播放 请客人们跟我来 首先为您展示的是本店服装款式的更迭与发展 其次为您展示的是本店最受欢迎的代表衣装 这不是做得不错吗?老老实实做自己生意不就好了 干嘛老洞歪脑筋 此处围工厂的服装设计室,请各位自由参观 看起来像工作的地方,我们在这里找找吧 此处围试衣间,可供客人自由使用 诶,试衣间里面好像有东西 诶,门怎么关上了 抓紧了,拍盟 诶,他,他怎么在动啊 好像停下来了 诶,我们这是被晕到哪儿了 看了一点,是工厂更深夕的地方 诶,这里有警卫 我的平白 还没 诶,这里看起来好脏啊 上面的衣服真的是在这里做出来的吗 诶,你们看那边 诶,好脏的水 我在这里都闻见臭味了 诶,这家伙还敢说我的用料有问题 搞半天,是他自己开了个黑性工厂 我说他做的衣服怎么摸起来怪怪的 原来是为了削减成本 偷偷在工厂里搞这些小动作 这样做出来的衣服能穿吗 褪色和缩水都是小事了 这不正规的用料 穿多了皮肤都要出问题 诶,好可怕 我们快把这些证据拍下来吧 这样他在审判庭上就无话可说了 我们继续前进吧 这里怎么没路啊 跟我来 我们往上走 看起来是类似仓库的地方呢 呃,这里也抽红了 怎么回事 进来的路被堵住了 看来他知道我们会来 我记得千职你之前好像说 恶射那家伙很了解你 嗯 其实 恶射是我最初的合作伙伴 诶,完全看不出来 你们俩关系明明这么差 刚到方丹的时候 我和他都是向往步入时尚舞台的设计师 为了共同的目标 我们合作过一段时间 原本我们都想做出与众不同 突破传统 让所有人都惊叹地服装 但随着别人的一生生否定 投资人的一次次摇头 恶射渐渐失去了信心 终于 在时装周前夕 他断定我们做不出理想中的衣服了 和我分道扬镳 我本着孤注一掷的心情 亲近所有 在最后一天做出了满意的服装 怀着忐忑的心情参加了时装秀 结果就是千职你一举成名 但恶射却放弃了自己的梦想 转而做起这种亏心的衣服吗 具体怎样我不知道 但我开了千职屋后 他每年都会给我使绊子 这事是真的 哼,我看他就是嫉妒你的成就 我可一点都不同情他 不管怎么说 还是先想想怎么逃出去吧 要是赶不上时装秀 那就真让他得逞了 啊,那边有几个操作台 去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动的按钮吧 好像没什么反应 试试下一个 这个也没什么反应 警告,警告,警告,非法入侵 进入驱逐模式 看那边,好像可以通向出口 利用那些机关往上移动吧 警告,警告,警告,非法入侵 进入驱逐模式 警告,警告,非法入侵 进入驱逐模式 警告,警告,警告,非法入侵 进入驱逐模式 啊,终于出来了 怎么感觉那些机械的动作变了 警告,警告,非法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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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警告,警告,非法入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算回到出口了 真是意外 连下面的房间都困不住你们 恶士 你逃不掉了 我们已经掌握了你工厂的犯罪证据 你又凭什么觉得我会让证据离开这个工厂呢 又是机械警卫 你有完没完 拿这些钱去干点正事不好吗 这就是我的正事 搞垮千只屋 还是做你的臭衣服 是去证明时尚 仅仅为一场可笑的闹剧 一场无知的狂欢 你被时尚这个概念套住了 恶士 别去迎合它 做自己的东西 去改变它 别在这儿对我说教 你早晚也会有一天对时尚低头 它说到底就只是一种舆论而已 它是人们对一种理念的向往 而千只屋的理念 就是绝不低头 当人们看到时尚界推崇的千只屋一落千丈的时候 他们就会知道 这理念有多可笑 你就为了证明自己这个无聊的念头 才对我的品牌下手 以前的你可不是这样的 那个想做出震撼人心作品的恶射 去哪儿了 我只是意识到 那种不切实际的梦想有多么荒唐 你放弃了自己的梦想 现在又转过头来贬低它 你自以为看清了一切 但 你不过是想证明自己放弃的那条路是错的 才能心安理得地过下去罢了 我就直说了吧 你这样子很可悲 可悲的是你 像个傻子一样 做着什么风靡提瓦特的白日梦 我看你连风担都待不下去了 你说得对 或许所有追逐梦想的人都是傻子 但更可悲的是那些连傻子都不敢做的怒服 你 没错 这里交给我们 不 应该是你们先走才对 可是 他还有枪 没事的 你们去会场 告诉大家计划照常进行 这里 必须由我亲自给他一个教训 千真 你一定要赶上啊 嘿嘿 想走 看在与你合作过的份上 我一直对你手下留情 恶射 但参观完你的工厂之后 我就不那么想了 哼 还在嘴硬 不管你经历了什么 不管你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用我朋友的话说 我一点都不同情你 就让我来告诉你 千枝这个品牌 代表了什么吧 千枝所代表的 不仅是一个人 一个品牌 它更代表一种理念 风单时装中的朋友们 大家好 请欣赏 由千枝屋为您献上的 时尚盛宴 华丽 夺目 不同于任何人 最重要的是 永不认输的反抗精神 这就是 千枝这个品牌 现在 让我们有请 鸣雷的采景师 千枝小姐 千枝该不会 世界 灯光 全都来这边 好戏开场 世界会变 时尚会变 但千枝不会变 它不会向任何人低头 不会向任何困难低头 甚至 不会向时代低头 千枝 永远引领这个时代的时尚 最后 不要忘记了 只有那些 不像梦想道路上的阻挠认输的人 才配得上千枝这个品牌 那么 祝所有追逐梦想的朋友 时装周快乐 诵? 零CTOR 想法上的阻止 现在怎么样了? 再向左靠一点 六 误完成 误嚣 哦 很合适呐 千枝小姐,我能拍一张吗? 当然 我都不知道千枝姐你还做了新招牌呢 时装招前就做好了 想着等时装秀成功之后再挂上去 想要封你提瓦特 没有一个自己的招牌怎么行 在这一点上,四眉慧可比你领先哦 这么一想的话 我们魔术团队是不是也该考虑设计一个 哥哥和我的招牌图案 分别是怪笑猫猫猫和惊奇猫猫盒 还得把配衣夹进来 那配衣就是 无效恶恶 听起来是需要在帽子里塞两只猫和一只企鹅 哇,好像很暖和 画面好挤 千枝小姐,我排好了 连带着旅行者给我的那些证据 文章明天就能登上争气鸟棒 谢谢你,夏洛蒂 没事没事,将真相带给观众 是一位记者应该做的 以后温亨廷先生的装饰 我全都免费帮你定制 诶,真的可以吗? 当然,林妮和林妮特也别客气 以后有什么想要的演出服 随时和我说一声就好 无视演出服也行吗? 那就多谢千枝小姐了 诶,我就不要什么好处了 你平时多来穿上门就行 我也不需要什么 只要千枝姐以后的跨国快递 继续指明我就行 哦,说到这个 齐良良,你什么时候回去? 啊,这个 我 嗯,四枚会专门为你准备离辆车 可以让你坐在里面 我们推着你出风单哟 啊,那也太丢人了吧 嘿嘿,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好处呢 当然有 待会儿 扰乱会场秩序 私自挪用会场灯光 公众场合使用武器 危险也出不报备 啊,吓我了 你听我们说 要是你们看见了我所描述的那些罪人 记得来向我这个特巡队队长汇报 报罪名开心吗 吓我一跳呢 吓一跳的是我 会场上那出 下次能提前告诉我一声吗 告诉你你就会答应了 不会 但至少能让我不被吓到 我这不是已经补偿你了吗 灰河那处生产有害商品的黑心工坊 我人都帮你捆好放在那里 还不够贴心吗 好吧 不回你中了 今晚我认输 哎呀,什么嘛 既然在这里的大家都是朋友 不如就待会儿一起去吃一顿吧 寄在自媒会的账上 我就免了 还有一堆手续要办 你们玩得开心 对了,千芝 我路上遇到维格尔 让我给你带个话 行了行了 肯定就是些道歉什么的 不用劳烦你 我改天上门去嘲笑他 你还挺了解他 这次也谢谢你了 吓我嘞 应该的 另外我再说一句 刚才的时装秀 真是漂亮极了 还有你说 哎,好了好了 要参加庆功宴的 朝这儿看 跟我来吧 李先者 派蒙 能先到风景好的地方 等我一下吗 我去和纳维亚说我们玩点道 有东西送你们 风景好的地方 哦,是那里对吧 没问题 嗯 我很快就来 嗯 呃 久等了 不久不久 有什么要到这里才能送呀 来 给你这个 这是……一枚胸针? 啊,还是千只屋的样式 哦,我也有份! 暂时只做了这两枚 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先送给你们 这次你们帮了我很大的忙 而且几乎一直陪着我 我有时候觉得 就算是为了不辜负你们的相信 我也不能认输 这次更多还是牵制自己的功劳啦 这我敢肯定地告诉你 绝对不是 在梦想的道路上走了这么久 我已经感受到了 除了自己的信念与坚持之外 最不可或缺的 就是支持你的朋友 一个人能做到的事情非常有限 这次如果不是你们相助 我可能真的会一败涂地 你也没有那么夸张吧 倒是我很担心 牵制你在时装秀上说的那些 你就不怕之后没人来买你的衣服吗 或许我的说辞的确有些高傲 但那都是我最真诚的想法 我不会被这个世界牵着走 更别说被任何人牵着走 我有自信 牵制屋的衣服 一定是最好的那一个 好的东西 人们自然会追随 嘿嘿 那我就放心啦 接下来 我们是不是该去参加庆功宴了呀 嗯 当然 不过在那之前 再让我欣赏一下今晚的夜色吧 我敢肯定 这会是我来封担之后 所见过最美的一晚 记得关注再走哦